第1500级 不够成熟 你穿上试试 你不穿我哪知道哪个好看 那你还是出去吧 莫小玉这次不干了 这可是你让我进来的 你再把我撵出去 你觉得合适吗 不走了 反正你爱换不换 莫小玉坐在床头的位置 看着杨燕妮说道 杨燕妮是真的想出去 但是却也在想着 她就不信莫小玉能忍住 都到这个时候了 两人之间还隔着什么呢 莫小玉以为 她还是会把自己撵出去 或者是拿起衣服 到别的房间去换 但是让莫小玉感到意外的是 她居然没有离开 而是从衣柜里 拿出了新的内衣 背对着莫小玉把浴巾 扔到了床上 那此时的机会 要是还抓不住 莫小玉就是个伪君子了 莫小玉走过去 抓住了她的肩膀 杨燕妮浑身抖了一下 被莫小玉压在了床上 原本一切都可以 这么顺利的进行下去 可能莫小玉今晚 都不去参加庆功宴会了 可是就在此时 当莫小玉吻向杨燕妮的时候 杨燕妮看到了墙上 还没摘下来的婚纱照 等一下 她伸手捂住了莫小玉 吻下来的嘴 怎么了 莫小玉有点恼火 这剑在闲上了 不会是工钱断了吧 我 我还没有做好准备 你再过点时间吧 杨燕妮说的 其实如果莫小玉 此时再坚持一下 哪怕是坚持一小下 可能这事也就过去了 因为虽然墙上挂着雷鸣山 和杨燕妮的婚纱照 可是这大床上滚过的 可不止他俩呀 还有莫英泽呢 而且更为荒唐的是 那副婚纱照 原本是在客厅里挂着的 但是后来 莫英泽让他把婚纱照 拿到了卧室里来 说这样更刺激 可是今天却成了 他和莫小玉之间 最后一道屏障 好 我等你 莫小玉说完 爬起来去了卫生间 杨燕妮再无挑挑拣拣 穿好了一件裙子 出了门 苏姐 这家伙太过分了 我们在这里累死累活的操劳 她倒好啊 回来也不先回来一趟 就出去泡妞去了 这算什么呀 陈万英非常气愤的说道 就是就是 太可恶了 我就没见过这么可恶的人 简直就是那个那个 你叫什么来着 陈世美 好像也不对啊 反正就不是个好人 小飞花极尽贬低 莫小玉之能事 陈万英呢 本来已经够盛气了 小飞花还在一旁 煽风点火 哎哎哎 你们俩可以了啊 今天晚上 是盛大投资的庆功宴 待会儿 还会来一些市领导 莫小玉的事啊 待会儿再说 我想呢 他一定会来的 而且 他就是不来 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本来就是不想让人知道 他是幕后老板 这事儿 你们不是不知道 他就是一个学生 这么高调干嘛呀 苏菲说道 苏菲一席话说的 陈万英和小飞花都不支声了 这就是为什么莫小玉相信苏菲的原因 他不但在生意上成熟 而且在情感上也够成熟 因为苏菲懂得 一个女人要是掌握着这个男人的财富 这个男人就是跑得再远 玩得再欢 都会适时的回头 但不是所有女人都有自己聪明的脑袋 所以啊 自从莫小玉把资产都转移到她的名下 苏菲就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一心一意地经营着莫小玉交给她的资产 从未让她失望 凤凰岛建设的如火如荼 公司经营的顺风顺水 这些还不够吗 莫小玉和杨燕妮一起到了唐州大酒店 陈婉营是看着她下的车 我还以为她却追了多高大上的女人去了呢 就这呀 陈婉营对身边的苏菲说道 你错了 她这是为了公司牺牲自己呢 这位可是龙江分局的杨局长 龙江区政法委书记 我们用得着的人 苏菲说完就赢了上去 哎哟 谢谢杨局长光临啊 以后可能还少不了给您添麻烦 苏菲微笑着和杨燕妮握手 并且亲自把杨燕妮送进了宴会厅里 莫小玉也想跟着进去时 被陈婉营拦住了 旁边还站着幸灾乐祸的小飞花 公司要发展 肯定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但是这样的你也舍得牺牲自己啊 陈婉营朝着杨燕妮的背影 挪了挪嘴 问道 怎么了 莫小玉不解的问道 这么老了你也看得上 你再找也得找小飞花这样的吧 年轻 有活力的 你说对吧 陈婉营说完问小飞花道 小飞花点点头 她瞬间又觉得不对 这陈婉营太坏了 她是拿自己打比方的 所以又赶紧摇头 莫小玉指了指她们俩 不再搭理她们 静止进宴会厅 去找苏菲了 苏菲呢 是大姐大 肯定是要先打招呼的 苏家 辛苦你了 这段时间累坏了吧 莫小玉端了一杯水 给苏菲说道 哎 我倒是无所谓 看看门口的陈律师 你好好安慰一下 都快撂挑子了 你也是的 你要是不能先回来 你把小飞花 先放回来干啥呀 这下好了 这一顿舌头嚼的 把陈婉营的火 都激起来了 没事 她有火 晚上给她灭火 只要你这里没火就行 莫小玉笑笑说道 你怎么知道我没火 我也火大着呢 苏菲白了她一眼 说道 好好好 晚上一起灭了 你快去忙吧 我看龙明天来了 灭火的事 咱们晚上再说 莫小玉说道 嗨 国色天香的听众们 你们好啊 我是朱宇 感谢你能一直收听我的专辑 喜欢我播讲的作品 之前的小说文本呢 可能有些不尽如人意啊 我也收到了大家的反馈和意见建议 当然 小说我无能为力 毕竟不是我写的 所以我能做到的就是给大家找来更优质的版权内容 而现在有网文大神小佛原著的小说 夜行者平腰二十年 上线了 那这次呢 我不再客串女生了啊 而引入优质的小姐姐来参与这本书的录制 更热血悬疑 更传奇魔幻的故事 保证不会被你们再吐槽剧情了 毕竟这本书的剧情呢 真的超乎你意料的精彩 多人有声剧 加双倍更新的量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来到我的主页 就能够找到这张新专辑了 订阅留言 抽十个小伙伴 送出66元现金红包 可来可来可来 求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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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了 男飘青年侯梦 在98年的一次变故之中 发现自己身上藏着夜行者的血脉 而且还是十分特殊的 灵明石猴 我擦 我怎么又居然长出一条尾巴来啊 长出一条尾巴来啊 这是一种遭受上天诅咒的血脉 有着 我不过三十的精英缺陷 除非冲破五重关 否则只有暴毕的结局 加入我们才是你活下去的机会 不 红墨 法门万千各有不同 我见过最善良的妖 也见过最诡诈的人 你虽是夜行者 但正邪的路 终归是要你自己来选择的 住口 我们行走于夜间 举目四顾 苍茫大地 谁主臣服 若是没有夜行者的尊敬和骄傲 就算是血脉觉醒了又如何 做人类的宠物 你根本不配称之闻夜行者 垃圾 垃圾而已 我们都只是 小老百姓 小心翼翼地过活着 所求的都只是那小的可怜的幸福 你们这帮家伙 凭什么把我们的性命 当作草贱呢 我 我其实也是夜行者 七大妖学 游侠联盟 民国十大高手 与清朝遗老的恩怨 诡异纷繁的民间传说 和让人为之心计的乡野秘文 城市之中的迷藏 还有最骇人听闻的黄泉尹 你有所耳闻 却从未了解过的真相 所有一切 尽在夜行者 平夭二十年 我是朱宇 我是波比 我是孤雅 我们共同为您打开一个 瑰丽宏伟 心下光明的全新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